但是呢 你一旦晶體蛋白跑到了監獄之外 在皇宮裡面爛爛蛇 那他當然就認出 欸!你這個人從監獄裡跑出來啦 那就要修理你嘛 就要來抓你 可是紫薇他也不是神油的燈啊 他還有爾康、吾阿哥要來救他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時候這些錦衣衛 就會跟爾康發生戰鬥 戰鬥完了一定會有死傷嘛 我是蔡宗漢醫師 今天很高興又來到我們眼科小教室的時間啦 那我們今天呢 要跟大家講的是同學上次在留言區問到我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還蠻有意思的 也蠻值得討論 所以我這邊做一個主題討論 各位同學問的問題是 在我們的白內障的併發症裡面 有兩個疾病 一個是Phacoantigenic Euphitis 就是所謂的晶體抗原性紅彩炎 跟另外一個併發症呢 叫做Phacolytic Glaucoma 就是晶體溶解性的氫光炎 這兩個的話呢 都是由於我們的水晶體內容物的Lens Protein 也就是我們的晶體蛋白 洩漏到我們眼睛前方 所造成的併發症 但是這兩者的疾病 有哪些相似 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卻是在我們做Differential Diagnosis 就是我們的禁別診斷上面 經常發生的謬誤區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還蠻值得 跟大家做講解的 那在講我們學術的內容之前 照慣例一樣跟大家 分享一個小故事 來幫助大家更容易理解 大家在我這個年紀的人 應該都看過 以前有一部 叫做環珠格格 紫薇啊 小燕子啊 爾康啊 跟五阿哥 這些人的故事 大家還記得 裡面有一段 紫薇 因為得罪了皇后 結果呢 就被關在皇宮裡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那這個皇宮 是生宅大院嘛 那這些可憐的紫薇 被關在皇宮裡面 當然想要逃出來啊 那這個時候呢 爾康是不是就要英雄救美 想辦法把紫薇格格救出來 他們想了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 叫做來硬的 就是直接武力把他救出來 那這樣子的話 會有什麼問題呢 一定會引起皇后的注意嘛 那皇后注意到你的之後 他會派禁軍去把你抓起來 那這樣子的話 想要去救人的爾康 是不是一定會 跟這些紫薇位 有一番大戰嘛 過程當中 一定會有人掛掉嘛 對不對 所以當然是比較不明智的做法 不要輕言動刀動槍不好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吳阿哥 他想另外一個主意 就是用軟的 那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不要讓我們的紫薇 被發現嘛 不要被發現 最好的方法是什麼 就義絨素嘛 那可是問題是 他都已經在監牢裡面了 根本就沒有什麼化妝物品 那要怎麼義絨 很簡單 我們用一個最原始的義絨素 就是吃胖一點 義絨素的話 是我常在做的 從以前到現在已經胖了20公斤了 好可怕 可是這個方法啊 會有一個小問題 就是說他吃胖了以後啊 他要離開皇宮的時候 會被城門的門口卡住 那把這個城門卡住了之後 這皇宮裡面的人就出不去啦 可是這個皇宮比較特別哦 他的入口歸入口 出口歸出口 所以說 人還是可以不斷的進皇宮 但是呢 參觀完皇宮的人卻出不去 那這樣子皇宮裡面人是不是會越來越多 就會卡住了嘛 這個就是第二個 吃胖以後的義絨素出去的缺點 為什麼要講這麼莫名其妙 然後物厘頭的故事 現在重新講一次 大家就可以知道 為什麼我剛剛講無聊的故事了 那其實在我的眼裡 這整個皇宮就是我們的眼球 那剛才講 他不是被關在監獄裡面嗎 就是Lens Capsule 就是晶體囊帶 那裡面的指揮呢 就是我們的Lens Lens就是水晶體 為什麼要這樣比喻呢 水晶體之後的蛋白質構成 這個大家都知道 所以這個水晶體蛋白呢 他在我們剛出生的時候 一直到我們老年之前 只要他都乖乖的呆在晶體囊帶裡面 沒有人會發現他的異常 沒有人會去攻擊他 可是啊 一旦水晶體蛋白質 從我們的囊帶裡洩漏出來 就像是紫薇 他跑出了監獄之外的時候 就會引起我們皇后跟錦衣衛的注意 皇后跟錦衣衛就是免疫系統 而且這個錦衣衛啊 他平常的時候呢 還不讓你知道他是誰 像這種微服初詢的錦衣衛 或者我叫他變衣警察 就是我們稱之為macrophage 叫做巨噬細胞 巨噬細胞他其實平常的時候啊 並不會對在監獄裡面 就是在我們的囊帶中的晶體蛋白 有任何的反應 但是呢 你一旦晶體蛋白跑到了監獄之外 在皇宮裡面撈撈蛇 那他當然就認出 欸你這個人從監獄裡跑出來啦 那就要修理你嘛 就要來抓你 可是紫薇他也不是神油的燈啊 他還有爾康啊 吾阿哥要來救他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時候這些錦衣衛就會跟爾康發生戰鬥 戰鬥完了一定會有死傷嘛 所以說這些錦衣衛呢 打完仗之後 就會有很多的屍體殘留在我們的皇宮城牆的那壁處 那這些皇宮城牆上面的這些錦衣衛的屍體 就是我們所謂的KP Kerotic Precipitate 翻成中文的話呢 叫做角膜成績 其實說穿了 他就是我們這些macrophage 巨噬細胞 加上活化版的巨噬細胞 叫做epicyloid cell 中文叫做類上皮細胞 他其實這兩個東西是類似的東西 只是他的活化版而已 所以呢這個時候你去看我們的 裂系燈下的圖 你就會看到一顆一顆沉澱物 在我們的角膜上面 這個就是我們的KP 那這個的話呢 就是我們所謂的Facoantigenic Eubitis 就是所謂的晶體抗原性紅彩炎的一個過程 發病的原理 簡單來說 他就是由於我們的水晶體我們的紫薇 跑到監獄外面的老大蛇 造成我們身體裡面的免疫反應去攻擊晶體蛋白 導致的紅彩炎 導致的自體免疫反應 是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有KP 是我們的Facoantigenic Eubitis 晶體抗原性紅彩炎 最明顯的一個特徵 再回過頭來講 那我們剛剛不是說還有一個B計畫嗎 B計畫也是一樣 天球就是我們的皇宮 那也是一樣 裡面有監獄 裡面有我們的紫薇 但是剛剛有講過啊 這一次他變聰明了 我們紫薇跟你鬥智不鬥力 我今天把自己吃的胖胖的 我翼龍樹總形了吧 所以這個時候呢 紫薇就從一個瘦瘦的紫薇 變成很胖很胖的紫薇 那這個變胖版的紫薇 當然啦 他逃出了監獄之後 我們的錦衣衛 我們的這些兵役警察 當然就不會發現 發福版的紫薇 是他想要追捕的敵人嘛 所以這個時候紫薇就不會跟錦衣衛 又或者說是我們的Macrofudge 產生直接衝突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Lens protein 他就不會引起我們的免疫反應 所以不會有Macrofudge的死傷 所以不會有像剛才一樣 有一堆錦衣衛死在城牆上面的一個溫度 所以在我們的第二個計畫筆裡面 是沒有KP的 這些KP是不存在的 我們的城牆上面呢 會非常乾淨 這城牆是非常clear的 這些城牆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呢 這個第二種狀況 會引起什麼情況呢 就是你吃太胖的Lens protein 你要出去城門口的時候 那城門口就只有這麼一點點窄度 那結果你的Lens protein這麼胖 他是不是就出不去 那出不去的結果 皇宮裡面的人 是不是覺得越來越多 皇宮裡面越來越多 你就塞滿了人 這個就是我們常講的什麼 高眼壓陣 就是我們常講的青光眼 高眼壓陣跟青光眼不一樣 我知道大家不要跳舞的語弊 但是我這邊要講解 這樣比較好講解 這個部分的話呢 有一個是進去 一個是出來的門口 進去的這個地方呢 在我們的解剖鞋上面來講 叫做City Body 就是我們製造防水的地方 防水的製造處 那我們出去的地方呢 這個叫做Trabicular Meshwork 你可以想像說 就像是這個眼球的 進皇宮的城門 跟出皇宮的城門 所以City Body 它還是繼續的在製造我們的防水 繼續的把人放進皇宮裡面 可是呢 你Trabicular Meshwork 就是你出城門的地方 卻被你的Lens protein 跟一起擠在那邊的Macrophage 塞住了 所以說 我們城牆裡面的防水 就會越來越多 眼壓就會越來越高 裡面的人就越來越多 那當裡面的人高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就會造成我們的青光炎的現象 所以這個就是第二種的疾病 Facolytic Glaucoma 那大家當然會想說 遇到這種情況的時候該怎麼辦 如果今天你遇到了 Facolytic Glaucoma 很簡單 第一個 你不需要裡面人太多嘛 所以你是不是要把 進城門的門口把它關起來 所以呢 我們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把我們的 進城門的City Body 也就是我們製造防水的地方 讓它製造效率下降 第二個就是把我們出城門的門變大 那變大了之後 當然人就容易出來緩購 那裡面的人就不會塞那麼多了 所以呢 我們第二個要做的呢 就是增加我們Tropicular Meshwork的流出量 這就是我們兩大類青光炎藥物的作用 一個是降低City Body 製造防水的能力 第二個是增加Tropicular Meshwork 就是我們防水流出處的通透力 來讓我們眼球裡面的眼壓下降 這個是第一個重要的方法 那第二個重要的方法是什麼呢 趕快把我們大大的紫微移除 所以這個要在移除 紫微是要做什麼工作 就是我們的Catechic Surgery 就是我們的水晶體移除 也就是我們的白內障手術 趕快把我們的水晶體移除 做我們的白內障手術 才是治療白內障引起的這兩個併發症 最根本的治療方法 包括Farco Antigenic Eubitis 精英體抗原性紅菜炎 也是唯一的治療方法 就是趕快做白內障手術 才能夠從根本去控制 這兩個白內障引起的併發症 那我們講完了故事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來看一下教科書的內容 剛才有講到的Plan A 就是我們把紫微帶入去 直接跟紫微硬幹的方法 其實就是Farco Antigenic Eubitis 的一個進程 那Farco Antigenic Eubitis 它的救命叫做 Farco Anaphylactic Endorphism 就是我們所謂的 晶體抗原性 晶體過敏性 眼淚炎 它是屬於免疫重界 就是我們的 免疫引起的 免疫介質的 肉壓腫發炎 所以說這種 免疫引起的 肉壓腫發炎 因為它有免疫反應 所以 當然就會有這些暫時的老病 因為它有打仗 所以這很合理的 可能會發生的一些症狀 就是有可能會有 這個 Conjunctiva的 Injunction Chemosis 還有會有這個 Flare Flare就是我們在 眼球前訪裡面的 這些Macrophage 能飄來飄去 最重要在這邊 Kerotic Precipated 這個是重點中的重點 這兩個疾病 都是因為 我們的水晶體裡面的蛋白 外洩到我們的眼球裡面 但是 一個有 引起反應 免疫反應 所以 有 KP 這些僅因為有 這些免疫細胞的 實體 但是另外一個 我們等一下講的 Dance Induced Glaucoma 沒有 這是今天重點中的重點 那第二個 剛才講的 Dance Induced Glaucoma 對 它也是我們 Dance Material Dance Protein 我們的晶體蛋白 外洩到囊帶之外 所造成的 白內臟的冰發症 想知道這個詳細的過程 當然你就要去 看一些教科書 就會告訴你說 因為我們的水晶體 這些年紀的健大 裡面蛋白質會開始變性 變性了之後 就會通過我們的這些囊帶 本來沒辦法通過的 變性了之後 就通過了這些囊帶 就洩漏到我們的水晶體囊帶 往裡面去 這個就是另外的故事 大家就自己去看 那我這邊就是講 最主要的差別 這個Lance Induced Glaucoma 它雖然外洩出來了 可是它有偽裝 所以它沒有被發現 它是晶體蛋白 所以它沒有引起免疫反應 所以沒有引起免疫反應 當然就會沒有KP 所以大家看一下 最重要的重點在這裡 Leg of Kerotic Precited 但是問題是 它今天雖然沒有引起過敏反應 可是它出去Tropic Cloud Mesh War 也是要離開眼球的時候 它還是被這些警衛攔住了嘛 所以呢 就把我們這些Tropic Cloud Mesh War 塞住了 塞住了之後呢 它就沒有辦法正常的排泄 尤其是前方內的防水 既然沒有辦法排泄 前方內的防水出去的話 我們的眼球內部的防水就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以後 眼壓就會升高 就像是一個水庫一樣 你10分水庫每天都在下雨 結果都沒有洩洪 那水位一定會越來越高嘛 那水越來越高你又洩洪不出去 到最後水壩就潰體了 這個就是一個青光炎的概念 我們今天眼球內 沒有辦法洩洪的時候呢 眼壓就會越來越高 導致一系列的病發症 關於青光炎 我們以後會專門做一個主題來做講解 那我們今天就只要知道說 這兩個一樣都是白內障引起的病發症 一個是Farco Antigenic Evitis 一個是紅柴炎 它是有打仗的 它是跟我們的Macrophage 跟我們的警衛位是有PKA的 所以有死人 所以會有警衛位黏在我們的城牆上面 就是我們的角膜內皮 剛剛講的城牆 其實就在講我們的角膜 角膜有五層嘛 知道有些人會說是六層 但是我們還是習慣講五層 五層的話呢 它最裡面那一層的話呢 就是我們的內皮細胞層 所以如果今天有人問你說 我們的這些KPE 我們這些暫時的Macrophage 這些epicelioid cell 類伤皮細胞 它們到底是停留在哪一層 層積在哪一層 當然是內層 你就不可能說 你在皇宮裡面打仗 結果你的警衛位卻死在城牆外面 不可能 就一定是死在城牆裡面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Farco Antigenic Ubytes 它有這個KPE最主要的特色 好OK 那今天的講解 這兩個主題的比較 就到這邊為止 謝謝大家收聽 謝謝大家 請坐在哪一層 謝謝大家 隨便 嗨 就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